台灣,對,是為了台灣的遊客特地做的Facebook 對,然後寫上去祝福的話 然後可以拿禮物 因為呢,已經一週年了嘛 所以有一個祝福的活動 對對對 那這個祝福的活動呢 你只要寫上你要祝福的話 然後呢,就有禮物喔 禮物有限量十足二十個人 可以到Skytree的入場券 另外呢,沒有想要 還有在附近有沒有 就是淺草夏丁的關鍋 是的 最重要的是剛剛有講到東吳集團嘛 對,一路到哪裡 日光、鬼怒川、鐵道免費通行券 這麼好 對啊 寫生氣快樂啊 對 那就沒多啊 這樣就可以嘛 有一些祝福的話 你只要上這個Facebook 就是東京晴空塔台灣 然後寫到祝福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了 因為呢,晴空塔就是 正在蓋的時候 大家都很期待了 那晴空塔的話 就有現代感 還有未來感 還有帶一點 就是傳統的日本之美的感覺 然後呢,就是顏色也很漂亮 就是有紫色啊 還有藍色啊 就是每天都不一樣的 那旁邊的話就可以 那邊是前朝那邊 所以呢,很多日本的傳統的東西都有 所以吃的還有看的還有買的都有 很好玩 那而且呢,那邊不是只有晴空塔可以上去看 夜景還有風景之外呢 還有水珠館還有購物也有 所以呢,一整天可以在那邊玩 而且很多中文也有寫 所以呢,很多就是台灣的遊客去的話 就不會迷路 當然是上街的話很浪漫啊 那真的很適合約會 然後還有那邊上面也有餐廳 所以呢,一邊看就是東京的 整個東京還有富士山 還有橫濱那邊也會看得到 然後看到那些風景然後吃東西 我就覺得,哦,太舒服了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飛到東京 回到東京的時候就看得到 青宮塔 然後回到台灣的時候就看得到101 我就覺得,因為對我來說台灣是第二個故鄉 所以就是,哦,回到故鄉的那種安心的感覺 對 對 對